今天要教大家的是6乘6的魔術方塊 你在學6乘6的魔術方塊之前 你要先學會5乘5 但5乘5前面就是4乘4 4乘4前面就是3乘3 所以解方塊就像15鍊一樣 它下面是塔 它下面是塔 我們應該先學會5乘5 如果你還沒學會的話 我建議你點旁邊的連結 先去學5乘5 再來學6乘6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我們已經學會之後 會非常的容易就可以解它了 其實我們學會5乘5之後呢 高階方塊都通用 那我就不再另外說明說 怎麼去解東西 它就跟5乘5的333法很像 我就直接做一條一條一條 把它連在一起 好 就像這樣完成了一個東西 但我做的還比較慢一點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完成 4個顏色 然後如果等一下 一樣是留下兩個顏色 我會再另外說明 但是那還是 用5乘5的方式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等一下還會再講解一下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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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